因为我也是住人物 我住透天 住在这个附近 然后我就特地过来 这边看了一下 我发现它这边的 街道规划的非常的整齐 然后绿运也蛮多的 公园也蛮多的 散步的话 我就不用带出去外面 我直接在它的中庭 就可以散步了 我观察了一下 它其实它这边的生活所需 其实商圈已经慢慢形成了 其实吃食方面的话 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附近的医院啊 诊所啦 其实对我的年纪来讲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条件 生活品质也会不错 那因为住透天的话 其实它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挂号邮件啊 必须都要有人在家 商发手席都可以帮我处理 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 四年十几方面的相关产业 看了三发手机的格局 我很喜欢的是 它的卫浴都有开窗 每间房间的采光都非常的棒 会选载人物也是因为它也交通便利 其实它到市区的话 它只要上国道高速公路 其实南来北往非常的方便 比一般的省道来一般道路 是更方便更畅通 像我平常开车 我上高速公路到市中心 文化中心 我其实只要到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路程就可以 而且也不太会塞车 我觉得它的交通 是我考虑人物跟商发手机主要的重点之一 我是第一次是下班的时候经过 因为我下班一定会走城关路 所以我看到它广告打蛮大的 对了对了 我想说那我就预约看看 第一次看完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想象中的想买 但是回去查一查 它是人物最大地基的建设 最想讲的就是附近机能真的太好了 这边虽然公社很多 但是相对它的公社比非常低 我觉得这是重点 我朋友本来其实就有在看房子 对那就是小家庭 当然是他们会先买起来 因为预售嘛 还要一段时间才会盖好 负担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想要介绍他们来 会买其实都有买 我们家前买了三间 其实最大的主因就是 它格局真的非常好 互互开窗 对再来就是它公社非常的多 基本上我走进三发首席大院的话 就像走进去五星级饭店一样 对我根本就不用再出门了 再来就是说 这边正好是S郎道的正中心 我觉得买这边稳赚不赔 我们是要住书府这边的机能发展 真的我觉得不错 再来就是我们的国道 我们国道也要开一条新的载人物 所以这边不管未来你要走国道 还是进市区 还是附近机能 我觉得都非常棒 因为你离这边高铁 其实大概10到15分钟也就到了 已经租屋租一阵子了 但是有想要购入房屋的 帮人家缴贷款 还不如缴自己的贷款 对不对 要买要赶快 因为这边会涨价 因为我们就住在附近吧 就无意间就进来看了一下这样 然后这边又是新的重画区 往后面走又是高雄的后花园 陈青虎 那还有长庚医院 种种的因素 包括国道10号 国道1号 未来的国道7号 我们都觉得说 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边应该是可以 自产的一个目标这样 它的总价也让一些年轻人 就是比较容易就可以踏入了 因为它有很多的公社嘛 然后都是在社区里面 那你要在里面散步也好啊 然后在里面玩啊 然后有阅览室 或是有一些电影院啊 它的公社都在一楼 那全灵化的社区公社 会让我的小孩子 在这边很安全地去学习 然后活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选择三发是这样子 我已经推荐了几个 亲朋好友过来购路了 他们为什么会购路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高雄的房价越来越高了 从化区离市中心就非常的近 朋友来了解过后 发现这边的周遭啊 不管是生活机能 交通机能 学校各方面 它都非常的完善 尤其是街道的机构 他们都觉得很漂亮 所以他们也是二话不说 就购路这样子 去根据 去根据 这个helm Troyes 关